聽說你就是接下來放網 你有什麼心情去面對呢? 是跟朋友預約了酒店 Staycation 那些 一起過夜 然後可能睡覺通知那樣玩 不准了 立即回答 Hello 我是C.S. 試驗室的阿圓 話說影片推出的今天 就是DSC放網的大日子 話說我也是DSC考生 無論讀不讀整個書 也好 其實也有很多出路 不如我們現在看看香港人 有什麼鼓勵下今屆DSC學生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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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考到你自己過分的話 有什麼要準備 如果考不到的話 起碼計劃有什麼後路 放網我成績不要緊 就算失敗了 也可以由其他途徑 再接上U 所以就算失敗了 也不用氣餘 我考A級 我去I-I-F 所以我都有準備好 如果考虧了的話 要去哪間大學 準備一些電話號碼 打電話去問一下 他們還有沒有位置的 進不了大學 不代表一切 雖然條路可能會冤回一點點 但是最後也會達到 你想要做的東西 聽說你就是接下來放網 你有什麼心情去面對呢 是跟朋友預約了酒店 Staycation 等著一起過夜 可能睡假通才玩 等到明天早上放成績 一起去 一起回學校看成績 那時候很緊張 那時候 我拍下一段影片 在自己在 說回自己的感受 然後再看 都覺得自己很傻 哈哈 我前一晚跟我的同學 Facetime 在聊天 聊天 然後吹水 這樣累了 今天三點多四點才睡覺 那份的Jaggy 是啊 當然是 當年你放榜 你是有什麼感受的 哦 我很輕鬆 我覺得一技之材很重要 如果你成績不好的話 你也可以去學一件事 最重要是開心 我大部分朋友都是 就算成績一般 最後也有完成大學位 有不同路徑 不單是直接升 你有什麼鼓勵說話 跟DDSC學生說 我當然是 DDSC和學生加油 還有呢 還這麼棒 創意的同事 成績之後 我現在是否找一份你很滿意的工作 哈哈 那當然啦 哈哈 反而當年我放榜 我是一個很輕鬆的心態 我在考試裡面 我已經盡了力 考完之後 成績如何 大家心裡會有 就是 Roughly 的 Prediction 但是跟別人 我都覺得 我盡了力了 那我就 有它 結果就 不到我講了 那我都會事先 plan 定 考不同科目的分數 出來的結果 究竟 是怎樣 我會 plan 怎樣行 其實應該已經一早準備好 但是因為 接下來他們有機會 可能會 skip 沒有了這個 Aural 還有會不會空式 那你又怎樣看呢 總之這麼多年來 都是有Aural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可能 對之後那幾屆的考生 不太公平 會話算是比較容易 還有中文來說 都是重要的一課 所以我覺得 應該都對其他人 不太公平 說話是挺重要的 我覺得如果可以 保持就保持 其實一份分卷 其實都是 真的會 救到少少的 是怎樣都 不應該沒有了 口試這件事 例如通識科 我自己其實覺得 是一個很有用的科目 因為其實你上到大學 你很多東西都是靠 寫課程 做research 其實很多東西 是在通識科裡面 我是學到 然後我是用到 通識科 經常都要說批評性思考 其實上到大學 這件事真的很重要 就是你要去 去斷定這些sources 是不是真的用到 然後你怎樣去 judge一件事 然後怎樣寫一份文 其實這些都很重要 希望可以保留通識科 如果你都喜歡 我們這條片的話 記得like comment subscribe 我們youtube channel 還有記得like 我們CS實驗室的Facebook page 以及Instagram 還沒想好 留在香港還是英國升學 Calvin Science都可以幫到你 科程同時兼顧香港DSE 以及英國課程 無論想什麼時候走 Calvin Science都可以幫你做好準備 還想快點WhatsApp 我們免費試堂 不記得立刻回答 Hello 什麼啊 我婆婆走了 考到之後繼續加油 這才是更加重要的東西 DSE同學加油 加油 JSC同學繼續加油